已经退休后长吴旺如 过去摇 light hand the 新巴西教育教 真是房教区大館高校、大館高中 和高利台湾的時代下町町在地主園 創立大館的教育館高校 其中大館高校還設立美術班 房教区大館高校的孩子很幸福 因為他們有三更不一樣主題 設立專業的美術教室 大館高校會在100.3年正式美術班 其實跟TQ校長吳旺如有關係 當時大館藝術教室園區在做規劃的時候 局裡面其實是有幾個構想 第一個結合12所加藝術學校 第二個希望大館藝術園區 是從國小、國中、高中 一直到大學連成一期 所以當時局裡面就有規劃 希望國小設美術班 國中也設美術班 後來當然他們也都設美術班 然後在今年他們也都到位了 也就是說四個美術班都到齊了 那我留在大館藝術園區 繼續協助他們 也就是說當他們有需要 我去協助課程的規劃 或者是去幫小朋友上上課的話 那我就會前往到他們的教室 去指導他們 或者是跟他們小朋友上課 大館藝術到有頑固的協力 大館藝術到校長大大推動 大館藝術的校長謝志平 也是專利機緣 包括高學術藥 要是協助的製作 都是努力做得最好 專業的發展需要專業的支持 因為你除了有好的環境 除了有好的師資以外 好的環境跟設備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 你只有在強力的資源之下 各項的資源都完備的狀態下 小朋友才能夠獲得最完備的學習跟發展 雖然當初還好正是美術班 是為了配合大館藝術教育頑固的力量 但是藝術教育應該是專民心的 所以就算說不是美術班的學生 同樣可以享用專業的教肆和設備 記者 本件卡 林金如 夢球 彩虹 報道 以上